作词 李宗盛 作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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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是要谢谢我妈妈的辛苦 她的泪 她掉眼泪 那年还没长大 常常让你牵挂 是我不好你担心了吧 懵懂恨不听话 也成名最吵架 我这批轻易没办法 你个人沉默沉着家 任水月在你额头刻画 你说爱是唯一的铁铛 那昨晚是代价 斑白的发 是惩罚妈妈 辛苦为家 你别再让你留下 我会照顾这个家 亲爱的妈妈 熟悉你辛苦了 在福建省张州市 云霄县上抗村 住着这样一户人家 这户人家的女儿 名字叫许晴 六年前的她 与其他的孩子一样 住在温暖的家庭 有着爸爸妈妈的 关爱和呵护 可是也正是在六年前 一场突如其来的车祸 夺走了她父亲的生命 从此就只剩下这对母女 相依为命 许晴是一名刚步入高三的雪城 母亲是纺织厂里的一名员工 家里的收入并不多 许晴的父亲唯一留下的 也只有现在住着的房子 现在已经是凌晨六点了 于往常样 许晴要早起上学 许晴的手机平保 是她小时候画的全家福 里面有她爸爸妈妈 还有她自己 许晴似乎想到了以前 许晴的母亲 因为早早的就要工作 所以给许晴做好了早餐 留下的字条就匆忙离开了 在这一段时间里面有些 中间的老经历 你会不留下来 导致晴的那种 可能正在那种 有些许晴的 首先啊 妈妈现在还没忙完 晚上就不如一起吃了 你要自己煮点吃 乖乖在家写作业 知道吗 知道了 妈 晚上 许晴的母亲 又让她一个人吃饭 许晴也总是一盒泡面 就草草了事 其实 这对于许晴 已经是习以为常的事了 许晴 吃着吃着 仿佛想起了什么 怎么了 妈 那个同学 你意外的东西出去玩 怎么了 对 怎么了 那个同学 不是要去啊 拿去拿去 我没空 早点来来 走 别ー 赶紧 我先去 你去 сп 你去 我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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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鱼 鱼 鱼 我去 我去 你去 你去 生活在一起 但是母女两个却几乎碰不到面 更不用说沟通交流了 沟通交流了 周末的上午 许晴响起了老师通知的家长会 于是许晴打电话给母亲 我们学校杨老师叫你下午三点过去开家长会 那我帮她去过去呀 好 再见 好 哦 要摸到 Committee と不息 超高尾 除去 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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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球 晚上许晴却接到老师的电话 告知母亲并没有去家长会 许晴又气又无可奈何 因为母亲这样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妈 学校老师要求学一篇 刚刚我赶坐了 周末你能带我去动物院吗 那好吧 那我周末带你去吧 那就这样刷电了 这次不能忘记了 下午放学 许晴一个人静静地坐在街边听歌 她不想回家 因为前天刚和母亲争吵 在昏暗的灯光下 许晴看见了一家三口 从前路旁经过 许晴羽群羡慕的眼神中夹杂着失落 我问妈妈为什么 我问妈妈为什么 你又上哪玩去了 还这么晚回来 整天不学无数 就知道去哪玩 我这么辛苦为了谁 为什么你就不能像别人家的孩子那样 好好学习呢 你看看你 考出来都是什么成绩 你这是越来越没教养了 你这是什么态度 你这是队长边应该有的态度吗 对 我没教养的吧 最近曲琴学习总是心不在焉 经常盯着手机发呆 还时不时地对着手机傻笑 学习成绩也一直在退步 学习成绩也一直在退步 但许晴并不在意 学习成绩也一直在退步 但许晴并不在意 喂 许晴 明天自己生日对吧 对啊 你们去哪记得 我叫好多朋友明天给你清楚哦 偷偷告诉你 每一种人也有趣哦 这么好 那我明天不去都不行啊 那我明晚打你电话 你记得准时来哦 好 那明晚见 拜拜 拜拜 挂了电话 许晴盯着眼前的书发呆 原来 原来 过了几天就是自己的生日了 去年的生日 你会早点回来吗 呃 放心 你的生日我生日 我会忘了 你乖乖咱俩回家了 好 那就这样说掉 下面是一片的包盘你 哦 我可以告诉我 这一个小匙 可是 他也没关系 你许晴盯着眼前的灯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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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剧情母亲早早的就做了一桌丰盛的菜 再看看时间 主情喜欢的男生 也去了生日后 两个人坐在角落里 有说有笑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时间在慢慢的过去 天色也越来越暗 可是母亲还是等不到许晴 中文字幕 李宗盛 那你应该学校见嘛 你早点去休息 那你去上讲先 进去吧 中文字幕 中文字幕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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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晴 李宗盛 中文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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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